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Best Match 不准业开箱 大连初二小弟我都在祝大家 新春快乐,大吉大利,一帆风顺,步步高升 今次这条影片主要是讲这个频道的发展史 在之前的影片中也有不少师兄留言 想听我讲一下这个频道是怎样发展的 今次大连初二就和大家讲一讲这个频道是怎样形成 中间有经历了些什么 今集我们就来讲一讲 今集某个层面来说都属于JITALK的性质 所以我加不到任何字幕下去,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今次我们先由名字开始讲起 相信大家进来都知道我的频道名叫做Best Match 不专业开箱 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呢? 相信有看过Belitor 都清楚这个名字 Best Match 是什么 Best Match 是来自于Belitor 里面变身的时候 腰带缩发出来的一个声效 叫做Best Match 我当时为什么会采用这个名字呢? 其实我自己看完Decator 之后就没有再接触Lider 我已经棄了坑了,Decator 打后我没有看过 直至出了Belitor 之后,我重新再看回《无面超人》 换言之,就是被Belitor 重新拉回坑 我为了纪念这件事,就直接拿了Best Match 这个名字 做这个Channel的名字 至于后面的不专业开箱是怎样来的呢? 其实我一开始整这个Channel的原意就是想做这个玩具开箱 就这样叫玩具开箱,就好像很怪 我自己就怕死,就戴着头盔 加上不专业开箱,加上不专业这三个字 到时就算影片拍得差,讲得差,有什么脱漏的话 你见我Channel名写着不专业的话,你都知道我什么了 就算要打我的话,我都可以拿来做借口做一个挡战牌 所以就直接用了这个名字,叫Best Match 不专业开箱 这个名字就是这样就出来的 我一直用这个名字,原用到现在 我也挺喜欢这个名字 话说,大家看这里都可以看到 我已经出现了501条片 在这501条片里,其实当中有大概4-5条片 其实我在跟stes Я 那有提到自己叫什么名字 其实我是真名字的,祇藝乌Jit�� Kiv 但是我计 Deshalb提到的次数很少 因为刚才也提及了,只有4-5条片里,有提到的 而大多数学友留言都是叫做BM 因為取首兩個英文字幕 其實我都沒什麼所謂 對我來說只是一個稱號 你叫我BM也沒問題 這個就是名字的由來 大致上就是這樣 說完名字之後我們就說一下Channel的發展 經歷了什麼呢 這個Channel的發展大概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我叫做托方時期 嚴格來說是視稅溫時期 一個玩玩的性質 這個時期由2019年11月至2020年12月 差不多是一年的時間 這個時期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這個最大的特色是 就是一個月時間出片 然後休息三四個月 一個概念來的 有一個月時間我會出幾條片 之後三四個月都不出片 這個時期就是這樣 這樣營運的 這個時期出了什麼片呢 就是由第一條片 就是這個SHF 比利托的套籃形態開始出的 直到這個X Plus 的電網 這個時期這一年我總共是出了17條片 正如大家畫面上看到的這17條影片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推出的影片當中 其實這個時期裏面也有少許改革 相信有看過前期的影片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在頭六條片 即是由這個SIC 或之前 或之前 下面的這幾條影片 我一直都沒有說話 我全程是用字幕 大家看這畫面都可以看到 我影片中 是不說話的 大家只是看下面的字幕 然後我有給朋友看過 我朋友就覺得 你不說話 誰知道你怎麼看下去 看得很難受 還有我的總結 就是這樣的 一大篇文章 那時我的朋友直接說 看那條片好像在看讀書報告 他說 那麼大件事 哪一個會走去停下來看呀 別瘋了 我之後就想一想 又是呀 我之後也開始嘗試改革 在這個第七條片 這個真骨雕的秋黃蟲 就開始說話 開始錄音 就不再搞這一大堆 就是剛才大家畫面看到的 一大堆讀書報告的 一堆熱器 這個就是這個時期裏面的 一個很重大的改革 這個時期 其實 雖然說是去到20年12月 年尾 但其實這個時期的最下一條片 X Plus 時黃 其實就是這個 我先看紀錄 是這個七月頭出的 簡單來說 20年7月頭 我出完這條片之後 我到了12月 到了12月我仍然未出片 有半年時間 我仍然未出過片 這個時期就是一個這樣的時期 一個月時間出片 好像剛才說 一個月出幾條片 然後休息回差不多三四個月 也是一個很拓方 很試水溫的時期 中間的改良就是 加了這個語音 換了這個語音 當然 這也是一個試驗性質 因為你說我現在看回 當然是沒有現在做得那麼好 我現在怎樣做都比之前好 但是 前期比較新手 是劣了一點 是沒辦法的 我現在看回也覺得自己有少少劣 也是一個成長 然後到了21年1月 年頭 達到這個channel的第2個時期 這個第2個時期是什麼 就是這個channel的探索發展時期 這個時期是相當之久的 時間維持著 是由21年1月 即由21年1月開頭 至到23年8月 維持了足足三年半的時間 這段時間 真是努力了 我差不多 每個月都出了至少有8條片以上 很勤勉地出片 話說為何我會突然在21年開始發力 其實是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我想在新的一年 我想嘗試努力去做好channel 那時候21年 剛剛是月初 我開始努力去嘗試經營這個channel 給自己一個目標 新年的時候 所以我這一年就開始發力 還有同一時間 我其實是在20年11月13日 就達到了100訂閱 因為那時候前面 你有興趣可以查回之前的影片 我之前的開箱片 都很努力 那時候我都看到 竟然 有這麼多人願意訂閱我 我覺得自己是應該要做好些 所以我之後就開始發力 在21年就開始發力 嘗試去做好些 更多影片 在探索發展時期 這段時間 亦發生了很多事情 你想想 由21年1月 到23年8月 即是三年半時間 中途又發生了甚麼呢 我都逐一說一說 首先在21年3月 我最後都忍不住 買了我人生的第一部 手提電腦 就是這個MacBook 因為我之前前期全部都用手機漸騙 但實在手機漸騙 實在太麻煩 太淋審了 很多我想要的效果都做不到 最後沒有辦法 我就買了一部MacBook 這部MacBook真的很貴 要兩倍多元 兩倍多元 我想起也很難 除了這段時間之外 除了買了電腦之外 亦有其他事情發生 在2月6日左右 不是2月6日 是21年6月 說錯了 21年6月 我亦都更改了這個評分的準則 如果前期還有在這裏看的師兄 你會留意到 我的影片前期的評分是這樣的 即是會有加上色 可動價錢來玩等等 但之後我發覺 這方面要逐樣去評價 真的太難了 太麻煩了 新的版本 我最後就換了 就是大家目前看到的一個 屏面的評分 就是這樣 10分滿分 然後給多少分 直接這樣就完結了 另外也說一說這個評分 有些師兄覺得這個評分 不是很準 你罵完這隻 但你給那麼高分 其實這個分數很主觀 是龍門的 任我擺 如果你真的要問我的話 我自己這樣說 我自己這樣定義 其實一至四分 是不推自賣的 建議大家看一看 它有少少優點 但主要 都是劣點明顯 所以歸納是一至四分 之後五至七分 就是比較在中間的玩具 即是 要不就有很明顯的優缺點 要不就 平平無期 沒有太大問題 但也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 會歸納在五至七分 至於八分以上 就是真是一件很出色的玩具 你會看到很明顯的優點 而缺點會只剩下很少 所以你問我的話 其實你看推薦分數的話 八分以上 我是絕對推薦大家入手的 至於七分或打下的話 你就自己想一想 這件玩具是否值得 你看那條影片 究竟那件玩具有沒有你想要的東西 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自己的評分準則 至於準不準的 我都在這裡和大家說一聲 以我個人自己的 喚後感的一種表現 每個人玩具玩具的體感都不一樣 所以 自公參考 你覺得我評分不準的話 你也不用吵我的 也是沒有意思的 我們繼續講完這個頻道 在21年中也發生了很多大事 其中一件最大的事件是什麼 在21年8月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開箱了我這個頻道 第一隻雷雷PVC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第一隻開箱的雷雷PVC 就是這一隻 由阿鈴傑所推出的 風華雪雪 這一隻是我這個頻道 第一隻開箱的雷雷PVC 最後開箱的雷雷PVC 拍完影片 明明好像沒有露點 但是官方也黃標了我 不過沒有計算 YouTube那些東西大家明白 喜歡黃黃 也沒有計算 出現這條影片 就展開了我這個頻道的雷雷PVC 雷雷PVC 然後你會看到 我現在開了很多雷雷PVC 在我的頻道 大家可以去 播放清單看 這條影片開始 就展開了雷雷PVC 開箱的生涯 就是這樣 除了這樣之外 亦都會在同年 21年的9月 有嘗試去製作 這個特攝台的一個節目 有嘗試挑戰一下 以一個很短的時間 即是三四分鐘去趕完 一集的拉打 但是這個 這個環節 這條影片 就很容易拿東西 因為始終有版權問題 我可以用的畫面 影片就真的不多 所以變成無計情況下 我拍了大概 一兩集之後 然後就 迫著收皮 真的沒辦法 除了這一個之外 亦都有挑戰過 李草齊美的一個系列 集中以講一個系列 去做一個基礎 集中去講這個系列是怎樣 出過些什麼 逐一彈 去評價 這個系列我只做了一集 亦都很久之前 未來也會嘗試 應該會開這個系列 不知道有沒有師兄有興趣 想我繼續講這個系列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讓我知道大家有興趣 我先去做 就是這樣 然後 21年的10月 推出了李草齊美系列 在21年的年尾 亦都開始做了年度回顧 就是這條片 主要是講每一年我開箱最好和最伏的玩具 在21年開始就已經做了這條大回顧片 在打後的22年23年的年尾 我都有做了一個年度回顧 大家亦都可以在我頻道找回那兩條片 22年23年亦都有回顧 每一年開箱最好和最伏的玩具 然後 整個21年就是這樣過了 然後我們就進入了第2年 即是22年的一個日子 22年亦都是很豐富的一年 而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事呢 在22年4月 就達到了1000訂閱 終於就 真的很感謝各位支持 雖然 頻道都營運了一段時間 但是 真的要達到1000訂閱 對於當時的我來說 是真的很難的 亦都可以順利達到 真的很感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不知道在這裏看片的各位觀眾 有哪一個是真的頭1000個訂閱的師兄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給我 留言給我和我揮揮手 或者你去再早點 頭100個訂閱的 你都還在看 都希望你可以在下面留言揮揮手 讓我可以 多謝你一聲 感謝你一直以來的支持 接著這個22年又有什麼重大事件 22年4月達到了1000訂閱 在22年5月 亦都搞了這個外拍 開始這個戶外的拍攝 當中我去過的場合有三個 分別就有這個 RG27的一個 動漫展覽 應該是同人展覽 應該是 亦都有在尖沙咀去過 這個超人的展示 超人Dicker的那個 在尖沙咀海港城 亦都在沙田的立不紹生 我亦都有去過 這裏都拍了一些片 其實拍外拍 我自己 不是那麼熟 因為始終在街上拿著機 和家裡自己拍玩具開箱 是兩種感覺 因為始終有些人看著你 或是有人看著鏡頭 會覺得很尷尬 很不好意思 有種 這個RG27 這條片 是我拍得最滿意的 一條片 大家現在看畫面也看到 當中 是有很多福利的 在片尾那裏 現在大家的畫面也看到 你也知道什麼事 哇不得了 我覺得自己拍得很好 但有興趣 可以找回這條片來看 開始了戶外的拍攝 這是二二年五月的事 在二二年七月 亦加入了手遊的抽膽片 因為我自己有玩過龍珠的激戰傳說 我自己也有抽東西 玩遊戲當然也有抽東西 然後就加入了這個抽蛋 除了和大家一起聊 看看玩具 看看遊戲之外 亦都有 當作是做一個紀錄 當中也有不少師兄留言 和我一起討論 我都很開心 可以和各位師兄一起討論這遊戲 但如果你說 找我去出攻略 怎樣打的話 就難了一點 因為這些始終是 要太專業的人才能做到 我自己也是休閒玩 除了龍珠之外 後期也有加入了離機的抽國片 也是一個紀念 就是這樣 二二年到年尾 10月左右 又作出了一個 重大的新系列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就是這個 10月中的玩具情報 即是玩具情報系列 那時就由這二二年10月中開始 就教玩具情報 講了很多新商品的消息 什麼都有說 有看過那段影片 一開始就已經有看玩具情報 師兄那時也知道 我將特殊的玩具和雷雷PVC 放在一起 因為那時的東西真的不多 以及放在一起 但近期 過了幾個月後 玩具就越來越多 同一時間雷雷PVC 就很容易黃標 為了分開 將大家看得順快 亦都可以將 我的頻道的觀看數增加 多些被動收入 所以就將它斬件 將特殊還回特殊 雷雷還回雷雷 做了這個分開處理 出來的效果都相當好 令我都很滿意 大家都看得很開心 就是這樣 玩具情報就是這樣 然後一直維持著 維持著出片 一直到23年 到了這個 這個時期的第3年 這個第二個時期的第3年 又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這個23年的4月 終於達到 4千訂閱 3千訂閱 不好意思說錯了 是這個3千訂閱 23年的4月達到 3千訂閱 這個3千訂閱 我就決定開會員的 頻道 正如畫面大家看到 就開通了這個 本源頻道 提供了一點點福利 一些玩樂給大家 搞完這個本源之後 都很平穩地繼續出片 直到什麼時候呢 直到 23年的6月 即是上年的6月 在上年的6月之後 我自己是停了出片 為什麼會停了出片 都是一些很私人的緣故 這裏直接跟大家說 其實經歷了一些感情的問題 我個人的一些感情問題 那時候真的有點心灰意冷 真的做什麼都沒有動力 我差點是連工都不想回 所以更加沒有說出片 在那時候6月打後 6月打後 即是7月和8月期間 這兩個月 我只出了一條片 就是這條 7月中到6月尾的玩具特攝情報 就是這條片 兩個月我只出了一條片 那麼久以來 都是第一次的 然後我就沒有再出片 就是這樣 那時候的channel 在這個時期 在這個情況下 就完結了 剛才也說了 經歷了一些個人的情感問題 最後都叫 正常地走出來 這段期間 特別要感謝 一直支持我的channel會員 因為我沒有騙出 他們仍然繼續課金給我 所以真的很感激他們 所以之後在9月開始 即是上年9月 2、3年9月 這個channel就正式達入 第3個時期 就是這個重新出發的時期 直到現在 在9月 9月頭就立即出了第1條片 就是這個真骨丁的Files 立即和大家開箱 亦都開箱 不同之前未開箱的玩具 在瘋狂出片 這個channel亦都是在上年 即是2、3年10月 達到了4000訂閱 就是這樣 在10月期間 我自己個人 亦都去了一段日本旅行 在10月尾 亦都推出了一個 日本的東京之旅 一個旅行的影片 給大家看 這個上篇 但是 下篇我都還在剪 還有有看過這條片的師兄 都知道 這條片的質素 我自己看回都覺得是一般般 因為真的拍得未如理上 不是那麼好的 我自己也覺得 但是第一次的旅行片 我承認是有進步的空間 希望下次再去旅行拍片的時候 我會努力再做好一點 希望大家不要見怪 一直都有繼續推出片 亦都有買了些手信回來 想回饋給那麼多位會員 之後在12月頭 這個channel 因為我發覺會員的影片 真的太少了 所以我決定選一個定期的活動 就是逢星期三 會員的特備環節 就是深夜吹下水 說一下我這個星期的禁方是怎樣 準備拍甚麼 平時的製作是怎樣 有甚麼趣事 或者甚麼想分享 這條片會在這個環節出現 可以跟那麼多位憑老的會員一起分享 在12月頭 除了加了這個環節之外 Channel亦換了一批新的貼圖 前期我用的會員貼圖 表情符号比较适合 在12月初 我拜托了我表妹 画了一批 头像的公仔 就是大家画面看到的这几个 他也很快就弄给我 我自己也很满意 拿来做一个 贴图 在这里也特别多谢我的小表妹 他真的很快 其实不是很快 他也用了一段时间去弄给我的 所以在这里也很特别感谢 这个频道一直发展 直到目前大家的这一天 如果真的要说的话 这个频道也叫 一波三折 也经历了很多事情 有突然之间很多订阅的时候 也有突然之间低沉的时候 也有尝试过放弃的时候 但是也特别感谢 这么多观众的支持 特别是channel的会员 每次我想起来就觉得 他加入了我做了会员 其实简单来说 他不是我会员 他已经是我老板了 但是我又不出片 我觉得好像收了别人的钱 但是我又 给不到人家 没得回馈给人家 觉得好像很贱压 所以每次我见到会员 装了我们之后 我更加提醒 我要疯狂努力去剪片 出片给大家看 如果不是的话 我觉得好像对不住人的感觉 有种感觉 你想想你是会员 你装人进去发觉 这个人整个月都不出片的 那我为什么还要支持他 我自己回答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别人都会这么想也很正常 所以我见到会员加入的时候 或者其他会员都还在 继续货金支持我的时候 是一个很重大的警醒来的 提醒我记得快点努力 出片和剪片 亦都是一个动力来的 令我继续努力去 继续出片给大家看 就是这样 整个channel的发展 直到现在大致上就是这样的 正如刚才所说 都经历了很多事情 有高低起伏的时候 亦都有 前期有些师兄 有些师兄罵过 说我说得差 拍得不好 腰胶未蚊 等等之类的东西 亦都有很多事过 经历了很多 都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令我学习了很多事情 这个channel亦都可以 发展得更加好 成长得更加快 当中都吸收了不少知识 特别多谢现在看这条影片的你 第一听我说了这么久 第二 就是多谢你愿意 愿意来看我这条影片 去支持我 这个真是什么 容易的事 因为 简单来说 整个YouTube大把 大把都是开箱玩具的 你支持大把 大把选择 你不一定要选择我的 日得来的 信的就是命运 不信的就是缘分 都要用这句说话 我觉得挺个人的 这句说话 多谢各位支持 新年期间 都真是再一次 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感谢大家 路以来的支持 可以的话 都请你可以继续 见证我这个channel的成长 新的年 都希望这个channel 会有更加大的突破 更加大的发展 希望今年内 虽然我觉得难一点 但都希望 对自己有些要求 希望可以达到他的一万订阅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见证我的成长 再一次多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说了很多东西 没想到自己会说这么久 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主要是跟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channel的一些发展 一些经历 希望大家听完我说完 说了这么久的废话之后 都觉得 更加了解到这个channel的发展 更加了解到我这个人是怎么样 其实本来这条视频是会打算 是打算做一个q&a 但是之后发现 这些问题 就 太少了 其实不是太少 其实是没什么 可能大家对我个人 都没什么好奇 所以q&a环节 就会取消 留下可能一万订阅才再继续 或者十万订阅 如果有的话 那就再继续 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最重要的身体健康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这条影片的 也不妨订阅 赞和分享这条影片 特别特别 真的要再一次 多谢 一直支持我们channel会员 感谢他们 令我可以更加有动力 去保持出片 这是真的 真心多谢 那么多的观众 我也感谢 当然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